近日 玉兔二号再一次从休眠期中苏醒过来 但不一样的是 玉兔二号此次苏醒却堪称万众瞩目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媒体报道 就在23号 玉兔二号在度过14天的漫长黑夜之后 终于再次被阳光唤醒 正式进入了第10个月昼工作期 随着这次唤醒 玉兔二号成功地再次与地面指挥中心恢复联系 而这一次 全球天文爱好者的目光都被吸引而来 这一切都与玉兔二号在第9个月昼工作期中的一项发现有关 本来按照最初的计划 玉兔二号在第9月昼工作期的任务很简单 应该是去探测月被撞击坑的深度和建设物分布的情况 但幸运的是 玉兔二号在探测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一种不明胶状物质 虽然当时地面的科学家们立刻中断原定任务 果断地控制玉兔二号使向不明物质 以分析其成分 但遗憾的是 当时为期14天的月夜就要到来 玉兔二号不得不被迫进入休眠状态 但现在 玉兔二号已苏醒 在地面人员的控制下 已经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 相信接下来 玉兔二号的首要任务就是对上次发现的 不明胶状物质进行全面的深入分析 毕竟现在整个月被只有中国的月球车存在 所以要揭开这一胶状物质的神秘面纱也只能靠中国 在此前 虽然不少专业人士都对这种神秘物质的成分进行了预测 但预测终归是预测 要想知道它的真正面目还是要靠玉兔二号去实地考察 相信目前全球的天文爱好者和航天科学家们都在等待着我们公布答案 而这种胶状物质到底是何种物质构成的 其答案也令人期待 悉心的人可能已经发现 在对月探测这个领域 全球的目光越来越向中国聚集 中国的玉兔二号也成为各国科学家们关注的焦点 这一切的现象都在证明 中国的航天技术越来越强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玉兔二号的最低设计寿命只有三个月 本来在今年三月底 玉兔二号就应该寿终正寝 但幸运的是 就目前来看 玉兔二号各系统一切正常 有望超期服役更长的时间 希望这台可爱的小兔子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